咱们继续来看这个10万英镑报名的决赛桌 曹瑞10勾 不错的牌啊 正常而言就是靠近底池 K9气掉了 A9 A9在HJ位看看玩不玩啊 这种牌Viking羊有些有些犹豫啊 还是选择玩一手牌啊 那有可能是起瑞士啊 这种牌像曹瑞前面一样 靠近去没有那么好 玩利用A这张隔断章 来起个瑞士 把那么的AJ这时候他有一点点的尴尬 看他要不要玩手AJ 这手牌其实尻起来 或者你气也都没有那么的舒服 尻也没有那么舒服 你把这牌扔了 他也不是很舒服 那曹瑞会尻起来啊 这种情况下石钩非常舒服 如果是两个人单挑 他就不太得劲啊 但三人底持曹瑞非常喜欢啊 那这种非常好的结构牌啊 看三牌 石钩K 这个牌Viking羊 我感觉会算了 Viking羊会算了呢 这牌不太好偷走 这三张牌的相关性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有点东西 一枪也很难偷走 玩意又很难开第二枪 他应该说中住啊 就打一枪 感觉是这样啊 55啊 加了半匙吧 其实半匙是挺重的了 因为他们底持本来就比较大 其实不管 其实半匙比赛中 就是挺重的了 他们这个底持就会比较大 那巴纳莫这牌应该是靠不动了 巴纳莫这牌 他主要是只有一张高 蛮是卡顺啊 那张高虽然是红桃狗 反正他这个牌 也会有些牵强 曹瑞这牌应该跑不掉啊 咱们只能说应该啊 他也怕一些别人是 比如是两对或者什么 三条啊 但大概率就是像咱们说的跑不掉 但是我怕 我自己一说跑不掉 他啪就跑了 就有点尴尬啊 一张巴 空尺 八九十钩 这张巴发出来 本来其实我觉得 YK羊不太会投机啊 那张巴发出来 他变成买上下顺子 还要进行投机啊 他这个顺子的 酒的顺子不太好 还是要进行投机啊 95万 这条题真的不是特别好说 YK羊表现得很强势 曹瑞的石钩两对 我直接给打走了 这时候有点不太好说了 这不像AK啊 我觉得像一手大牌 其实YK羊 直接偷下这个地址啊 那他们这个比赛 进入休息时间是吧 咱们直接 时间用那什么 那个 这叫什么 多拉A吗 是吧 用机器猫那个 咱穿越时空 直接看他们打牌 咱们现在穿越啊 穿越到他们当时的时间 休息之后啊 可能休息什么半个小时啊 直接到半个小时后 哦 这手牌直接 休息回来啊 休息回来的第一手牌 曹瑞直接 欧林 歪均洋 这手牌应该是 可以接欧林的一手牌啊 可能大概接近于 比如 A勾是吧 A勾 A勾 或者什么 反正不能太 感觉不会再差了 这 外均洋 这手牌也不能 感觉也不会低于 A勾 啊 是KK 我想说个什么 再低一点 A10什么 我想想实在说不出来啊 往差了 说 只能是A勾 这手牌是KK AA 这个牌 10勾 对KK 对AA 其实刚开始 我A勾说的 有点勉强了 因为曹瑞是短筹码 短筹码的 奥林范围会比较宽 我就说点什么 AQ A勾 你知道吧 往下说 但其实曹瑞 这个筹码 他不算 他不太 不太算短筹码啊 也不少了 300万 曹瑞 这手牌 其实他们三个人的 牌力都非常强 这里边曹瑞的胜率 反而是第二高的啊 33的胜率 KK只有 20的胜率啊 看一手牌 Hackston能不能翻三倍 筹码 现在主持有 794万 边持 边持才有 79万的边持嘛 因为Hackston和曹瑞 筹码差不多啊 所以边持不多 白净阳 1000多万 扔出来看着就比较多 这手牌 曹瑞 有不少机会的啊 石钩 同色 真的是挺不错的牌 这是 是YK羊的老爹 Richard的羊 我刚才都叫勇的 你知道吗 叫勇 是吧 有人说 勇毛怎么着的 人家叫羊啊 按咱普通话来说 汉语天也叫勇 哦 翻牌结果有张K AA AA悲剧的 玩曹瑞这牌还行啊 石钩圈K 这边上下顺子 只有两张 哎呀 这只有两张哎 Hackston手里拿走了两张 哎呦 石 这YK羊要一个人淘汰两家吗 这张石发出来又 Hackston也有勾的出路了 哎 合牌啊 曹瑞和Hackston互相阻导 那这样子 这手牌啊 YK羊一个人淘汰两家 把Hackston和曹瑞全都淘汰了 那应该是曹瑞 就是第五 Hackston第六吧 因为曹瑞的筹码好像是比Hackston多 哎呀 这样YK羊现在筹码就会非常大啊 筹码领先着 这一手牌一下淘汰两家 其实曹瑞打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曹瑞第五 有78万3000的英镑啊 因为曹瑞比Hackston的筹码多 Hackston应该是第六 那好了 咱们这个是这手牌啊 看看 回忆时间长不长 打入决赛桌啊 最后获得第五名 那现在又很快的回来了 我怕他中间有个回忆的时间太长 Hackston的奖金呢 第六 六十一万赢了 六十一万一千九百 太晃了了 这个镜头真的太晃了 这个摄像机实在是不行了 这应该是Hackston在这局比赛的表现啊 Hackston也是一个非常打比赛什么的 常规桌啊 不管是比赛和常规桌 也是一位非常强的牌手 那现在比赛还剩四个人 Ikion石高选择call Q7会弃牌 K6会tick 那我们来看这两个人的单挑 后边我看见那谁了 那叫谁来的 忘了我打对中国的牌手啊 后边打牌打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牌手 一个中国牌手 开手牌子 七九十高 卡顺啊 Mikin Yang偷一枪 那这种就是筹码优势啊 筹码两千者这么偷一枪 对用筹码 这里边 然后 就是那什么 炮福老板筹码特别少是吧 他一般没有牌 哪怕有个底对 反正他就会非常难受啊 没有牌 他也没有 他那个筹码量也没有资格去拆打 现在徐亮是第三 但是筹码量还可以啊 124个 炮福老板现在非常短筹码了 炮福老板这个筹码真的是有些短了 49个安提吧 Q7肯定是弃牌了 A10这牌还行 看样子像平靠啊 盲住现在涨到10万 Olin 这牌其实石钩 没有啊 石钩真的可以Olin的 或者起瑞士的 他这个筹码量不太 不太起得了瑞士的 我觉得石钩这牌拿到了 这种情况下是吧 中间位Olin得到 有点瘫啊 瘫有点 打也行啊 因为是非常好的结构牌 老板应该会开枪啊 正好比Viking阳光 就是级别大一级啊 哦 没有下注吗 都没有下注啊 这还蛮奇怪的 徐亮 要偷吗 要偷鸡啊 这个牌是 这个石钩和九钩 打得太奇怪了 徐亮以为他俩没东西呢 徐亮演自己有张钩啊 这个牌真的啊 两个人中钩了 竟然在这个牌面 都没有开枪啊 这个牌如果 九钩应该会靠 这手牌真的是 泡芙老板这么打 还不如就推药令 抢个地区呢 因为筹码那么少 是吧 可以打得激进一下 这把牌 其实假半钩也有点 说实在 这牌不是特别好偷了 玩A10也有不错的摊牌价值 又有一些吧 不能说不错 单看牌面 A10也有不错的摊牌价值 来查个查个 就是有一些摊牌价值 可以摊牌看看 泡芙老板一看 自己弃牌的时候 自己的牌是最好的 但这个牌如果上去的话 其实泡芙老板也是最好的牌啊 它是KK77 勾勾7710 白品阳是勾勾77那什么 勾勾776吧 6677勾的牌面 这手牌泡芙老板真的打得有些奇怪啊 它真的flop 它在中间位是一个很好的下注的 无论是位置啊 还是时机啊 那个时候 还有还是那个牌面来说 彩虹面啊 六七高啊 这牌不会玩的 太差了 哦 八那么 哦 这两个人牌都非常好啊 外黑扬这牌 起个瑞斯不错啊 外黑扬这牌 真的是很好的起瑞斯的牌 他没有位 好 选择尻了 八那么 应该也是check 我觉得这手牌八九 真的起瑞斯很好 筹码领先者 只不过两个人可能不太想 彼此打的 因为筹码第一第二名 不想两个人打的太过于 激进啊 我这个牌打出来了吗 我觉得八那么 可能会call外黑扬啊 他们筹码第一第二名 没有必要打的过于激烈 如果他俩打的太激烈了 我真走了 获个第四名啊 就比如八那么 如果太激进了 到时候真打光了 获个第四名 那也推的 推不合算了 还是三张方片啊 哦 这张方片吧 哇 哇 这牌有点怕对方偷鸡 但我还是觉得check会比较好啊 这牌不一定 八那么下注 哇填羊就跑的 这时候我们拿到八九 就是拿到八九 要多观察点对方 无论是对方的行动 还是对方下注量 因为单挑不一定 就有方片的手里头 八那么也没有偷啊 哎呦 短牌里边花更大啊 花更大发出来 所以这个葫芦没有花大 所以这里边 其实虽然 白天羊击中了很大的葫芦 但是这个牌 这个牌 还是没有花大 你有张哪怕有张方片七 最小的吗 你也比白天羊这个葫芦要大 要透极了 六十五万 哇哦 下的挺大的 这下 其实这个八九就类似于你有一张九啊 反正这个牌就是抓不辣 就是看对方没有花 我觉得会尽啊 外天羊会尽 这个柱也下的挺 要给他打走的意味着 看见没 就是外天羊啊 外天羊水平特别强的了 这个牌真的有点打的 太像把你打走的 两个人不相信 不一定相信你有花的 我觉得这个巴那么这个柱下的有点不太好啊 六十万底时下周四十万 要不然下的轻一点啊 下的轻一些 给自己有张中不溜的花啊 要不然下的重一些啊 给自己有不错的花啊 他这个下的有点太像把对方打走了 这个柱下的不是特别好的 他那个柱了 柱马量啊 加上我对外天羊水平的理解 就了解啊 我觉得外天羊这手牌也会尽 外天羊水平实力真的非常强 看看泡芙老板 欧运什么牌 秀秀 四人第十 看看吧 全K 没靠啊 没有浪啊 A6要接吗 应该也没有接啊 这也是泡芙老板第一次奥运 这也是我前面为什么说石钩 他就 一个是球马比较短 强个底石 别人接了石钩 也能跟别人跑马 后面的就是 拿到好牌的时候 你再奥运 你奥运频率高一点 就是 就是拿到好牌的时候 别人更容易尽你了 看翻牌 不是看看牌啊 这牌不会玩的 我刚看外天羊第一次看他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有点容易被人欺负 他那表情什么的都感觉好像有点偏弱似的那种人啊 性格怎么着的 刚开始看的时候 但是当时我也说 我说我第一次看外天羊打牌啊 我不太了解 但这个人从外形上面动作什么都觉得看着好像有点偏弱 怎么着 看翻牌啊 翻牌 790 但那时候我看了几手牌 我就说这人打牌打得还不错 泡河 这个泡河浪板这个筹码量浪不了啊 他这个卡顺也不好啊 一张勾别是更好的顺子 这个背景还挺不错的 这摩天轮还不错 我还没做过摩天轮呢 有女朋友才能做照啊 老说什么生三胎 你又没有什么认识女的的方式啊 我一见什么软件一说话 我都说两句话 让你交费才能说的话 而且聊天的女的我都觉得不像 他那个软件吧 总是长什么 是整一堆告你 这里边妹子很多 我们这里边妹子很多啊 我看见这种软件 我就不想不想进着 他都是招妹子 告你就是对男性做的广告嘛 他对男性做广告 我想说软件里边那有啥妹子呀 他哪天出个相亲软件 他对妹子广告 说这里边帅哥很多 怎么怎么着 那这种相亲软件我就去了 他对妹子做广告 他这个相亲软件上妹子一定多啊 是吧 那有好多有好多机器人 我真的是 不是相亲软件 是交友软件 他真的是 他拿我当傻子骗到我了 拿人当傻子 你这妹子很多 有很多妹子 啥妹子都有 你一面 你一个视频软件 交友软件 你都对男的做广告 这里边能有上边能有女的吗 本来这女的就少 还收费 聊两句话 我看着人说话就有点 有点不像那什么 他还聊两句 还让你交费 我真的愁死我了 现在老是让你什么 就是有点人口那什么吗 他从 你 就不管别的 就是你 相互交流这些 不能省去过程 是吧 样升就升 样怎么样 怎么着 你得 比如交流啊 相遇的 怎么相遇啊 怎么着 这些方面 过程是吧 看牌 A7 勾7 下注 勾7跑了 勾7弃牌了 那好吧 咱们这个视频就到这 最后咱说点 烂马七刀的 我很愁你知道吧 OK 咱们下次再见 下注 下注